我特别刚才我在开幕的时候有特别提到 我们台中市要打造成酷城市 酷城市要推广酷运动 各项我们有100多项的运动 要大力的推广 推广运动它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全民健康 为了大家健康 你喜欢什么运动项目 我们就推什么项目 然后希望大家健康 市民健康最重要 城市才会酷 第二个当然就是为了竞技 城市的荣誉 所以包括以足球来讲 那我们在很多的各级里面 现在不是第一名 就是名列前茅 那竞技项目我们也很深 第三个很多的相关的运动 它的场域的开辟 它不只是提供运动竞技使用 那它对整个社区 对整个行政区 对台中市来讲 它有绿美化的效果 它绿油油 空间这么大的一个足球场 那大家会觉得心晃神疑 那所以呢 我今天刚好那么凑巧 我们又有一些运动项设施 都纷纷的启用 落成或者要开工等等 所以今天排的刚好都是 那所以欢迎大家来跟随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